詞曲 李宗盛 仍然是講《如是我聞》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讀了書的經驗 今天的題目是講《仁魚》 《仁魚》這件事就在中國的傳說 日本的傳說和西洋的傳說裏面都相當流行 言之作作也有人說在海底 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曾經在澳洲的大寶礁 潛水的時候拍過 登上Facebook 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真有其是真有其人 真有其餘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的理性去判斷了 在中國人的傳說裏面 仁魚相當奇異 有人說仁魚的肉 吃了之後可以長生不老 有三千年的壽命 我還沒認識過人 吃過或者讀書 見過吃美仁魚或仁魚的肉 這個都很稀奇 現在仁魚究竟是否美呢 還是醜呢 各有各說一會兒會告訴大家 也有人說中國的傳說話 仁魚的油 是可以點燈 點燈是長明不適的 秦始皇的武 就是用這些所謂 交仁、仁魚的肉 的油 來點燈 這個呢 這個呢 被發掘下去呢 我們暫時呢 孤妄言之 孤妄亭之 那麼 好了 那麼 我們今天所講呢 的人魚呢 就 大部分呢 都是癡性的 所以呢 在西方的記載 和幻想裏面呢 甚至在文學藝術裏面呢 都是描繪成呢 很漂亮的美女 那麼 在岸邊呢 丹麥岸邊呢 我也參觀過 這個銅製的 很小的雕像 美人魚 這個是紀念他們當時的一個作家 安徒生 他有一個很出名的小說 就是叫做 Little Mermaid 小人魚 那麼小人魚的故事呢 都很動人 他拍成電影之後呢 就在 這個 這個無奈迪士尼的卡通片的 片集裏面呢 出現 因為他呢 愛上了一個 王子 當然啦 這些 童話故事都是愛上了王子的 那麼 他 很想嫁給王子 但是他是一條美人魚 美人魚的形狀呢 就是上半身 是人 但是下半身呢 他是一條魚來的喔 他在海中生活 這個很有趣 中外的傳說都是這樣說 那麼他怎麼樣可以 變成一個人 嫁給王子呢 那麼他得到一個妖怪 在和洛迪士尼的卡通裡面呢 這個是一個很肥胖的女人 那麼 將他呢 作為一種交換 這個交換呢 就是他很美妙的歌聲 換了 給這個妖怪 那妖怪呢 是可以將他下身的魚 那個魚尾 變化成雙腳 但是 因為他失了一把聲呢 他就變成雅女了 但是他呢 很想嫁給這個王子 於是乎呢 他都作為一種交換的條件 故事呢 故事呢 在這裡呢 成為了一個高潮 也是彰顯了一個故事的主題 這個呢 在文學上 藝術上呢 都有一個一定的價值 但是你說是否童話呢 小孩子剛剛看呢 那就 各有各說了 那 在中國來說呢 人魚呢 是 相當之流行 在中國來說呢 《山海經》呢 很久呢 這本漢朝以前的書呢 已經呢 有記載 他那時候呢 記載了 《山海經》呢 就說那種叫 《膠人》 《魚字邊》叫個交通的《膠》 《膠人》 不是《膠魚》 《膠魚》啊 《膠魚》是另外一種 這種《膠人》呢 那時候的記載呢 正是說 他呢 有 沖身有輪的 而且輪是很漂亮的 有輪片 那麼 而且呢 相當之 迷人的 那麼 上貌呢 是 女性多 痴性多 那麼在哪裏活動呢 真是相當之 有趣的 他在我們香港的海域 大嶼山 附近 活動的 那麼 大嶼山出現 《膠人》呢 這個呢 傳說了很久了 那麼究竟 在近年有沒有見過 《美人魚》 或者《膠人》 在大嶼山附近海域出現呢 沒有聽過 自從呢 中國歷史 有了 二千多年之後呢 這個都是一個傳聞而已 那麼 大家呢 有 成五六尺 中國尺的長度 那麼 也有呢 後面呢 也有 一些傳說 說這種 這樣子的 《膠人》呢 是 有人性的 就是他講話講不到 講不到好的 人言 但是呢 有些漁夫呢 是 會 搶了他過來 或者 抓了他過來做媳婦 做媳婦 那麼 在這個情況下呢 他們 也會 歸 歸 去 吃井水 就是 不需要在海中的生活 那麼 吃淡水 那麼 認為 他們呢 就 可以生小孩 有些呢 要回去 祖家 海洋裡面生活呢 還 依依不捨 有一些 淒厲的故事 發生 在這些 傳說中的 《膠人》的小說裡面 相當感人 這個呢 我相信是 文學作者的一種 想像力 加了上去 那麼 還有呢 在西方來講呢 很多油畫 很多 漂亮的水彩畫 他呢 都是 依據著 這個 傳說裡面呢 畫一個 美人魚 所以叫美人 他真是呢 畫出來呢 是一個呢 身材相當好的 因為他坦空的嘛 而且呢 面貌呢 是相當 漂亮 年輕的女孩 而且 頭髮呢 是 一般來說 都會很長的 成為了一個 美女 女神的形象 但是呢 在 很多故事裡面呢 人魚的族呢 並不是如此 描寫的 比如在哈利波特裡面的人魚呢 他們不是叫做 Mermaid 因為他不是 年輕的女孩的 他是 Mermaid person 人 人魚族 這種人魚族呢 他那個頭髮呢 是比較乾乾 黃色 而且那個樣貌呢 是相當醜惡 而且呢 他的牙齒呢 是鋒利 很多時候呢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 或者人類 斗生了他 他會跟他搏鬥 而且呢 是 出很多奇招 人類未必一定呢 夠這些 人魚族 來搏鬥的 也有很多人呢 就說 他們的祖先呢 就是希臘的神話裡面的 Siren 這種妖怪呢 在希臘的神話裡面呢 傳說 是水妖來的 他們當然 是在水生活 但是 而且很漂亮 也是拿路上失 但是這種的 所謂Siren呢 他們的 最 最厲害的 最美妙的呢 就是他歌聲 他們的唱歌的歌聲 這些歌聲呢 不只是 是美妙 而且是 聽了之後呢 是迷惑了人 那麼 在海中生活呢 通常是水手 那些水手呢 通常都會被他的歌聲 迷惑了 而呢 終於是被他 吃了 他們的族人呢 是吃人的 很血腥的 先迷惑了你 那麼呢 他們呢 在整個故事裡面呢 就說 如何破他的法呢 就把那些蠟 塞住的耳朵 直接不聽到他們的歌聲 那你就很難被他們迷惑了 但是呢 他們呢 在煙雨朦朧的流域呢 海啊 海邊或者河流邊呢 就認清了他們的地方和方向 就逃離了 Siren的 暗中的殺害 這個呢 是很出名的一個希臘的故事 神話故事 他們這種這樣的人魚呢 所謂是人魚的始祖 還會飛的 還是一種呢 會飛的 琴淚 那都幾多人害怕了 又漂亮又會飛 又曉唱迷人的歌曲 而且殺人於無形 那真是呢 令到 當時的人呢 相當懼怕 那很多呢 又說是美人魚的始祖 的圓形 那呢 說回呢 中國的嬌人 中國的嬌人呢 在大嬰山春盤呢 有些人說呢 他們的淚珠 淚水 眼淚 是流出來成為珍珠 那樣說 那當然呢 那中國的珍珠 在南部的海域呢 是經常採蕩 而且是美好的珍珠 美麗的珍珠和我們現在看到的圓圖圖的金珍珠有些不同 在清代太后用的珍珠其實都很難看 大家都可以想像一個沙石進入了一個磅 它用它的內分泌來包圍了這個沙石 沒有可能是完全是瘀的 那麼美滿的 是有些是生氣的 這個反而是真的 是真的珍珠 珍珠也沒有那麼真 中國有句成語合寶珠環 就是那個地方合寶 有一段時候因為官利的不好 熔滑 做不到事情 那麼 全個地方的 旁都不生豬 表示抗議 我想 或者走了 移民走了 那麼後來呢 得了好官回來之後呢 就將這個情況改變 那麼呢 表示呢 還有好的珍珠出現 那麼這個呢 表示呢 一個好的政府呢 然後呢 後來呢 都改變過來 成為呢 人民擁大的政府 好了 那麼人魚呢 的故事 我們還有很多的 那麼下一回呢 一會兒呢 再跟大家呢 聊過 那麼暫時呢 休息一會兒 多謝各位收聽 上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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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